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杨子直播新造型,粉色挑染,脸型圆润,小腿粗壮如胖20斤。 9月13日,杨子再次做客直播间,为代言品牌做宣传。 这一次,他又挑战了新造型,同样备受争议。 众所周知,杨子在9月中旬做客高杰斯直播间,挑战一个新造型备受争议。 他在直播间一身All Black亮相,高马尾,烟熏装,让无数人眼前一亮。 这个造型也备受争议。 粉丝觉得杨子勇于挑战新造型,而且成功hold住,十分惊艳。 但不少网友却斥责杨子这个造型过于老气,有种90年代舞厅女子的济世感。 必须承认,和以往的造型比起来,杨子这次的造型确实十分大胆。 虽然造型好坏与否,网友和粉丝各执一词,但杨子的身材确实备受称道。 正面看身材一绝,别有洞天的露杯设计更是令人惊艳无比。 杨子167厘米的身高在娱乐圈本就算是高挑,加上瘦削了不少更是轻松凸显好身材。 不过9月13日,杨子的新造型,身材和颜值都枉有一片吐槽。 13日晚,杨子做客纯真直播间,和上次的全黑造型截然相反,挑战了白衣造型。 虽然穿搭如此清新都市范儿,杨子的造型却突破甚大,他直接挑战了双马尾造型,而且还是粉色挑染。 仔细看杨子扎着双马尾,在马尾上挑染了粉色,还用白色的丝带缠绕着,给人感觉既乖巧又叛逆。 对于杨子的粉色挑染马尾造型,众人也是意见不一,有人觉得很是乖巧可爱,有人却觉得沙马特。 不止如此,杨子的脸型也被潮过于圆润。 杨子本就是颇具肉感的脸型,这个发型再配上抿嘴的表情,更觉得脸型圆润。 抿嘴一笑的时候,好似一个白嫩嫩的馒头。 有网友吐槽杨子这个造型太沙马特,喊话杨子三十多岁就不要再装少女。 还有人嘲讽杨子的腿也很粗,坠肉很多。 仔细看杨子的全身照,双腿白皙,但小腿确实十分粗壮。 尤其是斜着摆放双腿时,小腿的坠肉更是十分明显,几乎都出现了分层。 另一张照片中也同样如此,杨子小腿的坠肉清晰可见,好似胖了二十斤。 对此,有网友表示杨子的腿,行本就不佳,所以无论在剧中还是线下活动,都很少露腿。 的确,杨子和徐凯的《成欢记》正在紧锣密鼓的拍摄中,但几次露透杨子都将双腿遮挡得炎炎湿湿。 速日写真,也是能不露腿就不露腿。 网友猜测杨子是因为小腿太粗,才不好意思将双腿袒露于人前。 其实杨子每没有新造型,都免不了被评头论足一番,黑粉更是找寻各种刁钻的角度打压。 不过作为国民闺女,杨子的外形都在肉眼可见的提升,只是即便是女明星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。 还是希望对杨子多了一些宽容,少一些吹毛求疵吧。